昨天母親節出來了港式的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過去大方參加一些黑暴行動 被警察拘捕的八千人裡面 大多數的青少年也好 裡面這些青少年沒有一個是香港的 這些帶頭港式 譬如說李之音 譬如說戴耀廷 李祖銘家園的孩子 他們煽動的都是別人的孩子 所害的也是別人的孩子 有些孩子由於被煽動出來被洗腦出來 參加這些違法活動被警察拘捕 然後有一天會上法庭 很可能被判刑 那麼他們的母親每天一類洗面 那麼李之音的孩子 在母親節呢 跟母親一起去譬如說吃自助餐 買鮮花送給母親 李祖銘的孩子也一樣 戴耀廷的孩子也一樣 那麼為什麼 我經常問這個 為什麼受害的受罪的 是別人的孩子不是這些人的孩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利用別人的孩子 給他們洗腦 參加一些暴力行動 違法行動 這個呢我覺得確實是 舉出來用對年輕人的 人權的這個父母要他們警惕 絕大部分在香港參加是違法 黑豹行動的 這個年輕人都是被洗腦 把青少年基金化的 就是通過他們把一些對特區政府 對警察 有些時候還是對中國內地 對中央這種些仇恨去擊掛它 在社會上來做就是破壞社會治安 影響社會安寧 甚至傷害其他人的這個生命 一些舉動 那麼這個問題呢我必須注意